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魅力不断圈粉 被越来越多的人们认可的结果 也是肖战一直努力取得的傲人成就 从2016年突破100万粉丝开始 直到现今突破2800万粉丝 这一路走来有着太多的美好回忆与成就 美好的回忆 在这些回忆里 有肖战主演的影视作品《陈情令》 《朱仙》 《狼殿下》等等 也有他演唱的歌曲《竹石》 《光点》 《红赞梅》等等 作为一名优质的艺人 肖战在通过自己一直以来的努力 在影视作品与音乐作品上都双双取得了让人瞩目的成绩 作为一名青年演员 肖战不断地在成长 将每一个角色都饰演得活灵活现 为了饰演好每个角色 他每次拍摄时都会倾注自己的全部情感 这体现的是一名优秀演员的素养 当从影评上看完肖战所参演的影视剧 回忆起来就会不自觉地联想到他剧中的角色 这是演员深入观众内心的体现 当演员所饰演的角色能真正走入观众内心深处 那他就毫无疑问地获得了观众的认可 而这种认可也化作了实质的支持 这也是肖战粉丝数量不断突破到2800万的原因之一 作为一名青年歌手 肖战在出道的几年中也同样取得了让人瞩目的成就 代表作品有《红赞梅》《竹石》《光点》等50几首歌曲 其中的一些歌曲因为所蕴含着满满正能量 经常会被官方转发 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光点》 作为一首发布至今还不到一年的歌曲 这首歌获得了太多的成就 从发布到打破华语历史性销售记录 再到打破吉尼斯世界记录 登上全球华语流行音乐内地榜的冠军 近期还获得了年度华语新专辑销量榜Top1 从这一个个荣誉中 可以感受到这首歌曲是有多么优秀 而《光点》的优秀也延伸到了公益领域 随着《光点》诞生而来的 是一所所光点公益爱心书屋 一个个光点公益体育原地 一座座光点公益音乐教室的投放落成 还有免费爱心午餐 沙漠梦之路植树造林等等 这之中有着太多的正能量 作为一名公认的正能量偶像 肖战自己对公益事业有着超凡的热爱 在还是素人时期 他就开始尽自己所能地帮助他人 学校时期 他会经常参加学校组织的公益活动 刚出道的时候也一直将公益放在了心上 要知道刚出道的他每个月只有三千块钱 可是他竟然会花一万七 接近半年的工资去认领百个猫窝 成名之后的肖战在公益上所取得的成就 也是众所周知的 从助力武汉到卫信扶贫官等等 都体现了保持初心 积极帮助他人的善良本质 善良是一个人最真的美好 肖战也将他的善良传播开来 在他的善意引导下 粉丝们也跟随肖战提倡 在过去的一年中积极帮助他人 捐款了近一个亿 他们把每一份爱和善意落到实处 让数以万计的人们感受到了 来自肖战与粉丝们的温暖 虽然以上这些还不足以将肖战的全部优秀 一一到来 但这些也足够说明肖战是有多么优秀了 自肖战24岁出道到现今的2800万粉丝 这条路没有所谓的一马平川 所有的坎坷都是他通过自己的努力与坚持 一步一步挺过来的 从刚开始的歌手到演员 再到公益 一步一步他都尽可能地做到更好 为此他付出了无数的汗水与努力 肖战用他的坚持诠释了什么是对梦想的热爱 而这份热爱也让他乘风破浪 打破了一切谣言 用实力证明了自己 相信未来在2800万粉丝的陪伴下 肖战必将会变得更为耀眼 肖战作为一个内地四大顶流男星之一 肖战现在的名气早就与日俱增了 甚至早已超出原先的四大三小 成为当代最令人瞩目的新星顶流了 而肖战现在的人气不仅可以通过代言 广告 商务资源来衡量 更是可以通过肖战某平台的粉丝数量来衡量 而近期 在2021年元旦刚过不久 肖战的粉丝数量就突破了2800万 人气直逼3000万 这人气真的是非常高了 而粉丝们也是非常激动的 毕竟这也意味着肖战的人气和热度 与以往相比有了显著的提升 而小飞侠们的阵容也是越来越强 相信未来的肖战一定可以突破5000万大关 甚至是成为继何炯 谢娜 Angela Baby和杨幂之后 粉丝破数亿的明星了 而肖战这次突破2800万粉丝 也是仅仅用了三个月的时间 在去年10月18日的时候 肖战的粉丝数就已经达到了2700万粉丝 在这短短的三个月内 肖战就已经斩获了100万粉丝 这个速度也是十分惊人的 而在10月5日的时候 也刚好是肖战29岁的生日 所以粉丝们都是说 这是给肖战最好的礼物之一了 看来肖战和粉丝的爱都是双向的 真的是非常让人感动了 要知道在去年10月到现在 肖战的商务活动是比较少的 因为他一直都在王牌部队的剧组中 经历日晒雨林的拍摄 真的是非常辛苦 像很多明星在年末都非常喜欢的红毯 盛典 肖战也是很少参加的 而在这样较少不光度的情况下 肖战的人气依然是能稳居这个上涨的势头 这也足以见得肖战的魅力了 真的是太让人惊喜了 其实肖战是在2010年的时候 就注册了这个账号 当时还不到20岁的肖战 对于这个网络世界自然是比较迷茫的 那时候的他也不知道自己未来会怎么样 所以一切都是未知的 而到2016年的时候 肖战的人生才逐渐迎来了转机 可以看到 在2016年的时候 肖战的粉丝数突然激增到了100万 这也是因为肖战在当时参加了燃烧吧少年 这个选秀节目 而肖战因为自身过硬的实力和非常突出的外形 所以成为了当时的人气少年 人气也是有了一定的上涨的 而到200万粉丝的时候 就是2017年的9月份了 可以看到肖战当时的认证已经是改变了的 因为他不再是一个小小的学员了 他已经正式成团 成为X9少年团的一员了 但是从100万到200万 却足足花了将近一年半的时间 所以这也足以见得 那时候的肖战人气并不算是非常高 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 一个比较糊的秀人男性 还是很难看到他的出彩之处 但是到2018年的时候 肖战的人气也是在逐渐聚集了 2018年的肖战忙于拍摄陈情令 也忙着上创造101的舞台 虽然在101的舞台上 肖战作为学长出席 但是很多人对于肖战还不是非常熟悉的 所以当时也产生了一定的尴尬 但是在那个舞台上 作为导师的王一博却在台下 而当时二人也是合体在拍摄陈情令的 谁能曾想到 一年之后随着新剧的播出 二人会因此而大红大紫呢 而在2019年6月的时候 时隔一年 陈情令也终于播出了 这个新剧一经播出 就迅速揽获众多粉丝 肖战和王一博的粉丝数量 也是蹭蹭上涨的 在开播之前 肖战的粉丝数是700万 但是在开播一个月后 肖战的粉丝数量就到了惊人的1000万 也就是10天100万的速度 这个人气真的是太惊人了 而此后就是肖战的迸发期了 像其他艺人可能需要一年来完成1000万的约定 而肖战更是仅仅用了三个月 这个速度 即便是肖战的公司也为之折舌了 这可是现象级的爆红呀 这个人气真的是太厉害了 所以在陈情令之后 肖战也迅速成为公司的顶端艺人 成为众星捧月的对象 这个过程真的是太激励了 而后肖战的粉丝数也是在稳步增长的 不得不说 这样的肖战真的是太令人激动人心了 看来肖战在未来 将会继续成为内娱的顶端流量艺人呀 好